废旧口罩别扔掉,只需这样捡几刀,便废为宝还省钱,快回家找出来。 我们的废旧口罩千万不要着急把它扔掉了,只需要用剪刀给它剪一剪,就可以让它废物变薄,现在跟着小编一起来看底下吧。 妙用衣,我们用剪刀将这个口罩的袋子给它裁剪下来,裁剪好后再把它打结固定好。 这样一个非常实用的橡皮筋就完成了,可以用它来收纳数据线,首先我们将这个数据线给它整理好,整理好后。 我们再用它来捆绑数据线,用这个方法处理后的数据线你就不用担心我们的数据线会杂乱一团了,非常方便又实用。 妙用衣,我们可以将口罩里面的这个铁丝给它取下来,取下来后也是可以用它来捆绑数据线的,非常方便。 又需要用衣,我们可以将口罩里面的铁丝给它取下来,取下来后也是可以用它来捆绑数据线的。 可以看到非常的实用,你就不用担心我们的数据线会乱成一团了。 妙用衣,我们可以将口罩的四边给它裁剪下来,取下来后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分三层的。 首先我们取出中间的这一层可以用它来擦拭眼镜,充当眼镜布来使用。 平时我们的镜片很容易出现水屋的现象,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口罩的中间这层布,用它来擦拭我们的镜片就很不用担心,会刮夸我们的镜片,并且清洁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妙用衣,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放在厨房的洗手池里,可以看到这个过滤网的网口非常的大,像一些细小的杂质,全部都会流进这个下水道口。 导致我们的下水道口,导致我们的下水道口堵塞,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给它垫一块口罩布,再把这个过滤网放回原处,用它来使用我们的过滤网。 你就不用担心会有一些细小的杂质,直接流进下水道口可以看到用这个方法使用后,还不用担心会影响我们的水流速度。 妙用衣,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放在下水道的地漏里,下水道的地漏很容易缠绕很多的头发,并且还会有一些细小的杂质直接流进下水道口。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下水道的盖子给它取下来,再将这个五纺布直接放回原处,用这个方法处理后。 你就不用担心会有一些头发直接流进下水道口,导致我们的下水道口堵塞,并且还可以防止一些小飞虫从下水道里面飞出来。 妙用衣我们可以用它来清洁窗台,缝隙里面的屋子准备好一个硬币,用硬币将这个口罩的这层布给它包裹起来,再用它来清洁缝隙处。 用它在这个缝隙处给它刮一刮,就可以把我们的窗台缝隙里面的屋子清洁得非常干净,可以看到清洁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好了,以后废旧的口罩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将它简单改造一下,就能够让它废物变宝,非常的简单又实用,希望这个妙招可以帮助到大家。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